大家好,我是艾克札德 抵達尼弗爾海姆後先找海陸行鳥希蕾娜,就在機場下面而已。不難但是有點花時間,就是往右上山然後撿優爾一步步引誘他到左方草叢。 氣球仙人掌縮小的瞬間就丟優爾引誘他,還要丟夠圓勉的他屁股被刺到。 氣球仙人掌縮小的又要有所公的地獄。 快點刺刺, 鞠雯。 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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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呜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期待 inquiet L.C. 抓到他後就可以探索非常多地方了 說來這陸型鳥噴流跟放屁飛行有八七項 然後可以直接採完50株陸型鳥草,位置如圖所示 然後這是本地圖探索點全圖 右上的陸型鳥戰牌跟古代物質一樣在本章尾才能探索 其他探索點都能在進竹線前就做完 左下角隱藏寶箱有六棟的女武神手镯 地圖片中間有座陸型鳥供殿可以找到陸型鳥仙人 直接給他陸型鳥草完成任務 接著可以進屋內找出手幻50株陸型鳥草 其中一個獎勵是凱特希武器加拉爾號角 樓上有魔晶石月升魔石 陸型鳥仙人還要求比賽 很簡單 重點是可以獲得陸型鳥護腕 雖然只有兩個洞但是可以獲得三倍AP 有特別想練的魔石石可以用 本地圖的莫古力商店是最後一個 我示範一下最難的惡作劇怎麼玩 簡單講,遊戲開始後馬上放棄 系統會讓我們失敗次數提高到可以5次 然後用避開攻擊再接近的方式接近小莫古力 讓他們用飛的飛回家 就不怕實現不夠 用龍捲風弄暈再帶回家太慢了 超 own來的 我就覺得工作可以搅頂起來 喜歡不狠狠核進行先 好用角度可動 開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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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多的 你看 吃 人有 就在冰箱下クッカー凩 这是另外一套的 就是用冰箱的 啊 進村後各同伴好感度選項如圖,不要懷疑愛麗絲那個,選友偷看地法確實是加最大好感度 上山前有選項可以暫時不上山,可以再自由行動一下,並存新檔後開始上山,很快就可以看到地法武器、水晶手套、天然魔晶石的旁邊有HP、MP對調魔石 在一大片可以爬的區域可以拿到克勞德武器、火山劍,繼續往上爬,300公尺處右邊有抗性魔石 關於管道的選擇,先選中間,下一次有岔路時選右邊,就能拿到最多道具,快到魔晃爐石 販賣機可以買到便宜的沃瓦道絲手環,用來洗道具合成等級時會用到 換操控凱特西時有很多他才能拿到的限定道具,錯過就只能用買的貨沒救了 在要救出同伴時,旁邊有個門用丟箱子打開關,可以獲得他的武器黃金擴音器 途中注意一下販賣機,可以買到便宜的加姆手鐲,用來洗道具合成等級時會用到 抬特西要經過紅藍通風管往上時,在研究所一三層還不要切換到紅通風管 藍通風管往上去可以拿到力量,魔力對調魔石 研究所一五層有七孔的黑蒂絲手鐲,在此之後的升降梯有丟箱子小遊戲 要打壞十個才能達成白金條件其中之一,我是用左操縱桿模式 丟法是靠近電梯邊緣,在算準時間用最大角度丟 如果丟失敗又忘記存檔,還有自動存檔,趕快讀檔吧 主線說要再去一次去金碟後,本地圖會新增支線 其中,白毛天使,想金牌有點坑,建議先存檔再做 找到小白後要趕快殺敵人,就我所知第一站小白最容易受傷 最好用大火焰加範圍魔石趕快燒死敵人,後面兩場再用洞察 我小白最後剩583點血,接著帶他回村使用走的 不要用跑的免得走失,還好這時不會再有敵人 最後要彈鋼琴時可以先存檔,至少要B級才能金牌 古代物質任務有可能會卡的是轉閥門 但其實很簡單,中間轉一次,然後左邊轉兩次就行了 接下來的第12章會出現很多支線和小遊戲 比較難得我會再花多一點時間說明